接下来看第四个大问题就是会计基础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两个会计基础 这会计基础是干什么的呢 我先告诉你 会计基础有两个 一个叫收复实现制 一个叫全责发生制 很显然这里讲的会计基础并不是会计基础知识 它讲的是两种制 这两种制 咱们先不详细讲解这两种知识吗 我先告诉你 为什么会有这两种制 那在我们企业会计核酸当中呢 要准确计量你这点期间有多少收入啊 有多少费用啊 用这点现在收入减去这点现在费用 算出你的利润呗 那在我们的后续经营当中呢 如果咱就以销售举例 如果你销售和收款都在同一个期间 那你说收入是算销售那天 那个期间也可以 算收款那期间也可以 比如说说我六月份销售的货物 六月份收钱了销售和收钱都在同一个月 那你说是六月份的收入 这好理解 那如果说六月份销售的货物 来我们看七月份收的钱 跨七了看到没有这种收入跨七了 六月份卖的七月份收钱不在同一个月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 那你说这收入算六月份的还是算七月份的呀 对吧 好 这是跨七的收入 费用呢 也存在这个问题 比如说六月份租房 对吧 那六月份租房的时候呢 如果房租支出呢 是六月份支付的 你六月份又用了 六月份又支付了 也就是受益期间和支付是在同一个期间 都是六月份 那这笔费用 作为六月份费用是没有问题的 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 受益和支付不在同一个月 比如说六月份租的房子 从六月一号一直到六月三十号 你在里面进行经营 所以六月份收益了吧 但是五月份支付的 六月份受益 然后五月份支付的 支付时间和受益期间不在同一个月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 这笔费用支出 是作为六月份的费用呢 还是作为五月份的费用呢 对吧 这种跨期费用怎么来进行处理 属于哪个期间的 对吧 那跨期基础呢 就来解决 跨期收入算哪个期间 跨期费用算哪个期间 它这么一个标准 这标准有两个 一个是收复实验制 一个是全责发生制 在这两个不同的标准之下 收入费用的归属期间是不一样的 我们先来看收复实验制 这段话先来不念 念完以后你也听不懂 白念 我们先来解释 然后你再来记住这段话 好 那我们来看 什么是收复实验制呢 我们就以 这样两笔业务来进行举例 一个是 六月份销售商品价款呢 一共销售十万块钱 七月份收到的 看这三段 五月六月七月 六月份卖的货 七月份收到的钱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是五月份支付 六月份的房租是六万块钱 六月份有房租 但是呢 它不是六月份支付的 它先付的 现在我们租房的时候 一般都是先付房租啊 然后这个房东才让你住房的呀 才让你用房的呀 所以先付的房租 对这两笔业务来举例 说明在两种不同的标准情况下 收复实验制下和全责方式下 他们的跨期收入跨期费用 是如何来进行确认的 如何来进行界定的 先来看收复实验制 收复实验制特别好理解 就是钱在哪月收到的 就记住哪个月的收入 不管是不是这个月卖货的 还是上个月卖的 还是下个月卖的 就以前在哪个月收到 就作为哪月的收入 那我们来看 6月份销售的 7月份收的钱 在收复实验制下 作为哪月的收入 自然作为7月份的收入 7月份收钱的嘛 对吧 就作为7月的收入 那再来看费用 跨期费用 怎么来判别呢 跨期费用就是 在哪个月付出的 就作为哪月的费用 不用管收益期间 来看6月份的房租 5月份支付的 在收复实验制下 就作为5月份的费用 好 那我们来看 最终结果 你的投入 费用 记住哪个月了 记住5月了 你的产出 收入记住哪个月了 收入记住7月份了 是不是啊 这就是收复实验制 确认收入 确认费用的一个标准 哪月收钱 作为哪月 哪月付钱 作为哪月 对吧 这个特别好理解 但又这一个问题 投入产出 不在同一个月 不能正确的评价 你的投入产出业绩 如果单独看5月份 只有投入 没有产出 单独看7月份 只有产出 没有投入 是不是啊 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呢 希望你的投入产出呢 都在同一个月 这样来讲呢 我能衡量你的 投入产出业绩啊 是不是啊 那能够衡量的 就是另外一种制 叫权责发生制 这里的权 就针对于收入的判别 这里的责 就针对于 跨期费用的判别 好 那收入怎么判别呢 这个收入 不是以收钱为标准了 而是 您 什么时候卖的呀 记住你卖货的期间 不是记住收钱的期间 咱们以卖货 来进行举例 如果你是 你提供的是劳务呢 那就是你提供劳务期间 像如果你是理发的呀 运输的呀 就记住你干活那期间 就可以了 好 收入就是哪个期间 就是你卖货的期间 你卖货了 那你就有权利 来确认你的收入 甭管你收钱 还是没收钱 比如说 我们这里的六月份 六月份 我们的业务人员 我们单位 有一名业务人员 叫侯大 我们单位有两名业务人员 一个是侯大 一个是侯二 俩猴 这个侯大呢 他负责销售 侯大负责销售啊 那侯大从6月1号 就跟进一个大客户 就像一个椅巴虫一样 就跟着大客户 我们的产品怎么好 你来买我们产品吧 你来买吧 好 一直到6月30号 对方说 买 对方终于买了 那他把货卖出去了吧 但非常遗憾 当也没收到钱 对方说下月才给钱呢 7月份收到钱 那我们来看 这是你们看一下 那这笔收入算6月份更合理 算7月份更合理 是不是6月份干的活啊 对吧 6月份有权利来确认这笔收入 在全则发生制下呢 当月收钱了 作为当月收入 当月没收钱 也作为当月的收入 因为收入就是你干活那个期间 就是你卖货的期间 这就是全则发生制的权 那我们来看 这种情形 6月份销售 7月份收钱 进入哪一份的收入 我想同学们应该能够 给出准确答复了 应该进入6月份的收入 好了 那再来看费用的确认 就来说责 这费用进入哪个期间呢 费用不是进入你支付的期间 而进入你的受益期间 说你支付这笔钱 哪个月受益 就应该由哪个月来承担吗 就是受益的期间 像5月份支付的 6月份的房租 哪个月收益呀 6月份收益呀 你5月份一天都没住 一天都没用 对吧 6月份收益 应该就6月份的费用 尽管是5月份支付的 它不是以支付为标准 以受益为标准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来看看 5月份支付 6月份的房租 应该作为几月份的费用 应该作为6月份的费用 哪个月收益 就进入哪个月的费用 好了 6月的收入和6月的费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6月有10万的收入 好了 然后呢 有6万的费用 也可以 这来认为 你当月有6万的投入 有10万的产出 你赚了 对吧 把收入和你的投入 都放到一个月去 便已经比较啊 便衡了你的业绩啊 这种方法 作为企业会计核算来讲 认为更合理 是不是啊 好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 跨期收入 跨期费用的确认标准 那对于我们初级 跨期事务当中 讲的跨期核算 应该以哪个来确认呢 我们是这儿来进行划分的 作为 以赚钱为目的的企业 就是以权责方式来判别 你的跨期收入和跨期费用的 更合理吗 对吧 那对于收复实验制 是谁来应用呢 收复实验制 就不是以赚钱为目的了 是以花钱为目的的 那个政府会计 就是黄粮的会计 他们采用就是收复实验制 所以同样就得出结论了 以赚钱为目的企业 采用权责方式 以花钱为目的的政府会计 采用收复实验制 听起来对不对 你说对 实际上不完整 为啥不完整啊 对于政府会计来说呢 它是有两套账的 它有两个不同核算系统 我就经常说两套账 大家刚好理解 一套账呢 采用收复实验制 另外一套账呢 也采用全责发生制 所以准确来描述就是 企业采用全责发生制 政府会计 既采用全责发生制 也采用收复实验制 不同的账 采用的质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为我们后续来做一个铺垫 初级会计实务 主要讲的是企业的核算 所以它采用的是全责发生制 来进行各项业务的判别处理的 好了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两个基础 来 这两个基础我们一定要保住 重点保的就是全责发生制 包括未来考试时呢 来考核全责发生制的定义 看它说的对不对 包括各种跨期收入 跨期费用 让你来识别 当月收入多少 当月费用多少 让你来识别 就是这么两个考核方法 那对于全责发生制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定义 那怎么来判别收入呢 看这句话 以取得收取款项的权利 就是干活的期间呗 是吧 那又干活了 那又有收取款项的权利 来确定你的收入 以支付款项的义务为标志 不是支付款项啊 而支付款项的义务 就是受益的期间为标志 来确定收入费用的 这么一个会计核算基础 在未来考试时呢 就把收付实验制的 和全责发生制的 给你颠倒个个 看看你能不能识别出来 全责发生制定义的描述 好 收取款项的权利 支付款项的义务 支付款项的义务 就是受益期间 好了 那来看收付实验制 是以现金的实际收付为标志 来确认收入费用的标准 实际收钱 就作为收钱的收入 实际付钱 就作为付钱的费用 这是它的定义 我认为要背的 应该背全责发生制 这是我们考核概率 比较高的内容 还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全责发生制下 跨期收入 跨期费用 就让你算一下 收入多少 费用多少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道单选题 以全责发生制为核算基础 下列不属于5月份收入 或不属于5月份费用的是 哪笔业务 给出了4笔业务 问你什么属于 什么不属于 一定注意 看题目 问的是不属于还是属于 好了 这个问的是不属于 那我们在作答的时候呢 你就把属于的标出来 不属于的标出来 最后不属于那个 就是本期答案呗 对吧 来我们看 5月份支付的 7月的房租支出 5月份支付一笔钱 是7月份的房租 那哪份收益啊 7月份收益 那这笔支出 应该作为7月份的费用 对吧 不作为5月份的 那SRB 5月份支付 5月份的房租 当月房租 当月支付 进入你的收益期 那这就是5月份的费用 好了 接下来看 C 4月份支付 5月的房租支出 4月份付的是5月的 哪月收益 5月份收益 那就进入5月份呗 好 这属于5月份的支出 来 我们看 这是5月的支出 5月份付的 4月份付的 我不管你是哪月份付的 哪月支出 就哪月收益了 就进入哪月的费用吗 这好理解吧 好 来看 4D 5月售出商品 但没收到钱 但没有收到货款 我们把货 卖出去了 没收到钱 能不能作为5月收入呢 在全德发生质下 注意了 它是以收钱为标准吗 不是 那你5月卖货了 没收到钱 和你收钱结果是一样的 在收入确认的时间上 一样都是作为5月份的收入 我这来描述 当月卖货 当月收钱了 作为当月收入 当月卖货 当月没收钱 也作为当月的收入 所以说 5月份售出商品了 没售出钱 依然作为5月的收入 那我们来看 这个题目说 下列不属于5月收入或费用的 看看 只有A是属于7月份的 其他几个都属于5月份的 对吧 那不属于的 那就是A选项呗 好 这是这种题目的考法 来 接下来 再来看一道题目 这是2018年一道真题 这个题目呢 应该和我们基础班的 34567章是有结合的 但是我们现在讲 你也能听明白 他主要来考核就是 跨期费用在权责方式下 那问你当期应该 有多少费用的处理问题 来 我们看这个题目 说某企业六月份采购 一万元办公用品交付使用 这是第一毕业务 六月份第一毕业务 就是采购办公用品 说我们预言准八 这个需要记账 我们买纸啊笔啊 是吧 这就是办公用品吧 好了 那采购办公用品就交付使用了 谁要用 拿走用去吧 好 这是第一毕业务 就是预付租金了 预付什么 第三季度的 来看 六月份预付第三季度 一二三一季度 四五六二季度 第三季度就七八九呗 那翻译一下 就是六月份 付的是七八九三个月的租金支出 这是第二笔业务 第三笔业务 说支付第二季度 短期借款利息是六千元 六月份支付第二季度的 第二季度就是四五六三个月呗 四月份 五月份 六月份 六月份 付了一笔钱 付的是三个月的借款利息支出 对吧 好 就这么三笔业务 然后他告诉你六千元的利息支出呢 其中四月五月一共欠多少利息 四月五月是四千 那六月份就是两千呗 这能听懂吗 一共六月份给的是六千 那其中告诉你六千当中 四月五月是四千 那六月份不就两千块钱费用吗 一个月两千块钱利息吗 这么回事 来接下来看 他说该起六月份 应该确认的期间费用是多少呢 我们这里先不讲解期间费用 我们就说应该确认多少费用呢 在这个题目当中 确认的费用都属于期间费用 好 那应该确认多少费用呢 那就看一看 你六月份受益的支出是多少 应该负担多少呗 来看第一笔业务 第一笔业务 你采购办公用品 对吧 采购办公用品 我现在采办了啊 在初级会计实务考当中 还有这么一个默认的游戏规则 采购办公用品 买了以后 随买就随用了 所以就是当时马上提借费用 千万不要按照我们实际工作当中 说买了应用品先入库吧 将来呢 不断的来进行领 不断的在进行用 那我们初级考试可不是这么做的啊 初级考试 不管是零基础班也好 基础班也好 所涉及到的题目 基本都是这个思路 买来就认为马上使用了 所以注意 采购办公用品 交付使用了 这时在账上马上就体现费用 马上就体现费用 那有人说这办公用品能 七份也能用 八份能用 我们不这么来进行细扣它 掌握初级的考试规律 就是买这办公用品 就认为六月份好用 它就这么一种前提假的条件 你要学会它的这种前提假设 那采购这一万元 都作为六月份的费用 这样来讲 六月份费用增加了一万元 增加了一万元 好了 那再来看第二笔业务 第二笔业务 预付第三季度办公用房的租金 是四万五千元 在六月份支付了四万五 如果画个时间轴的情况下 现在这六月份 这是第三季度 六月份支付第三季度租金 那这笔租金支出 应该记住第三季度呗 所以在六月份支付 三季度的租金的时候 它当年费用为零 不应该记住六月份费用 应该记住 七八九三个月的费用 对吧 好 咱来看第三笔业务 第三笔业务呢 说支付第二季度 短期计划利息是六千元 六月份支付第二季度 六月份一共支付了六千 其中四五六 就支付三个月的呗 一共六千 每月多少 每月两千呗 那这时六月份 尽管支付了六千元的费用 但这六千块钱 都应该记住六月份吗 不是吧 应该四月份负担两千 五月份负担两千 六月份负担两千 对吧 这来讲六月份 对于这笔利息来讲 尽管它付了六千 但是它只增加两千元的费用 这就是我们讲的 全德发行制 在后续业务核算当中 它的一个应用 那这样来讲 来看当月费用多少钱 那六月份的费用是多少呢 第一笔的一万 加零加两千 一万二呗 所以答案选择A选项 看到了吗 答案选择A就可以了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零基础 和以后业务的这么一个联合问题 那我们现在把握住 全德发行制的确认标准 那以后出现类似题目 我们也能准确做答 对不对呀 收入进入哪个期间 记住你干活的期间 甭管你收钱还是没收钱 费用进入你受益期间 不用管你付还是没付 好了 这是我们讲的会计基础 这两个基础 全德发行制一定要重点来把握 好了 第四大点 我们就讲解完毕了 来看第五大点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小美同学 作为一元串八的会计 把一元串八这一年的经济活动 都记录在案了 记录在账上 然后他要把账上记录的数据呢 提供给同学们 同学们是投资人呀 是吧 要根据小美同学提供的这些数据呢 来进行相应的决策 决策时呢 可以用手投票 也可以用脚来投票 如果一元串八经营的好 那就追加投资 用手投票 如果说一元串八干的不好 那只能是出头投资 用脚来投票了 对于小美同学提供的这些会计数据 我们就叫做会计信息 这些会计信息达到什么样的质量要求 才能满足你的使用呢 一共有八个方面的要求 这八个方面的要求 也就决定了小美作为会计人员 在日常的核算当中呢 应该遵循这八个方面的要求 只有你遵循了 你提供的信息 才能被信息使用者所采用 那才能帮助他来进行决策 一共是八个方面的要求 这八个方面要求内容比较多 从我们未来考试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这八个要求的名称 因为在未来考试的时候呢 他会习惯性的有这样一种考法 把四个假设 两个基础 还有这八个要求呢 给你混到一块 然后让你来挑 他给的哪个选项 是会计基本假设内容 给的哪个选项 是会计信息指章要求的内容 我们的记忆方法是什么呢 毕竟四个假设 两个基础好记忆一些 从硬视角来说 我们把四大假设 两大基础给排除了 剩下的选项 基本上来讲呢 都是会计信息指章要求的组成内容 我们这样来应对 会更好应对 如果说 我们把这八个要求名称记住了 也是一种记忆的方法 但是内容比较多 对吧 那我们在学习当中 怎么把一个内容比较多的 难记的内容给他记住了呢 我们可以呢 减小我们记忆的压力 怎么减小 一共八个要求 我把它分成两组 左边四个 右边四个 这马上我们记忆的压力就减轻了 好 那我们在记忆当中 还有一种比较好的记忆方法 我经常跟网上一些专家呢 来学习如何来进行记忆 他们不断的来告诉我 声音比文字更容易记忆 图像比声音更容易记忆 所以说我在讲解这八大要求的时候呢 给出了八张图片 你根据这八张图片就想一想 这八个要求名称也就好记了 好了 我们逐一的来解释这八大要求 在零基础班 我们会讲这八大要求 在后续的基础班 我依然会讲这八大要求 但是我们掌握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在零基础当中呢 我们只是潜在认识 这八个要求的名称 潜在了解这八个要求就可以了 在基础班当中呢 我们在此基础上呢 再来更全面 更深入的来掌握这八个要求 好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个要求叫可靠性要求 什么是可靠性要求呢 就是小美同学提供的这些会计数据呀 应该靠谱 应该可信 就是可靠性要求 应该做到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就是小美同学在记账的时候呢 一定要根据实际发生的业务来进行记账 不能根据虚假业务来记账 那根据实际发生业务来记账了 这些会计数据才可信吧 好 这是提到第一个 根据实际发生的业务来记账时 一定要能识别出来 它就是可靠性要求 我这里再来插一句话 我们八大心理掌要求的第二种考法是什么呢 第二种考法就是给出一句话 让你来识别这是哪个要求 所以说我们记住这八个要求的核心的含义 能识别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在未来考试当中 一看到根据实际发生的业务来记账 你要知道它是满足了可靠性要求 可靠性要求呢 还有一个第二个方面的表示 就是你记录的业务一定要完整 那在记录完整的情况下 那你的会计信息 会计数据才可靠 你一共发生了100笔业务 你为了偷税漏税 你只记80笔 那这时80笔业务不能代表 企业的实际经济状况啊 那你要给你80笔业务来记账不完整 那也不可靠是不是啊 所以说我们要达到这两个方面的要求 在未来我们讲基础班的时候呢 还有个第三个 一个中立 那中立呢 是2021年叫它新增的内容 这里呢 我们先不再进行讲解 这第三个呢 我们暂时先把它给放弃掉 好 这是第一个 就是可靠性要求 第二个要求就是相关性要求 也就是说 小美同学提供的数据呢 应当满足信息使用者的使用 这些信息使用者呢 有我们在座同学们 投资人 还有这个企业的债权人 还有我们的政府及有关部门 因为企业经营要向国家交税 是不是啊 作为国家的税部门 就想知道 你这家企业就是一个下蛋机 就是这个几奶牛 你到底这一年能下多少蛋 能几多少奶 好像几年收税啊 他也需要了解你的信息 那你提供的这些会计数据 要满足众多信息使用者的决策的需要 那你满足他们的需求了 这事就说明了 你提供的会计数据满足了相关性的要求 所以你一看到与经济决策需要相关 就说明你的这项工作满足了相关性要求 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两个要求各自的图片 先来看第一个要求 我们看到一个羊肉的图片 还看到一张发票 这个代表什么呢 代表可靠啊 说一元这妈买了羊肉了 怎么证明你买了100斤羊肉还是80斤羊肉 怎么证明你是花了10万还是花了7万 怎么证明呢 有发票啊 对吧 有发票说明它是具有可靠性要求的 是根据实际发的业务来进行记录的 对吧 好 那再来看第二个相关性要求 那如果说一元转发在疫情的当前 好 原来够了一大堆羊肉 当时呢 是有发票证明的 假设当时花了100万来购买的 这100万就构成了羊肉资产的成本 对吧 现在呢 由于有了疫情了呢 我们现在产品卖不动了 那现在我们也暂时先不生产了 羊肉就存在库房了 但是你买羊肉那个债 那货款是不是该还得还呀 那由于你不生产羊肉串 没有收入 那怎么还债呀 你就想到了 你就想到一种方法 说把这些羊肉卖掉吧 卖来钱来进行还债 这是同学们想到的吧 那这时作为信息的使用者 就想知道说羊肉的资产值多少钱呀 如果说小美同学来给你看了账本记录说 看看我这有发票啊 这是这批羊肉当时买花100万 他告诉你是一个100万的信息 那能不能说来满足你进行还债的这个需要呢 不可以100万是过去的成本 是历史的成本 对不对呀 那现在这批羊肉 如果你要把它给卖掉的情况下 能卖来多少钱的流入 你这个钱的流入才有利于你还债呢呀 对吧 所以小美同学在进行记账的时候 只记录过去的信息 还不能满足你决策的需要 还要记录你现在的信息呀 对吧 才有利于你预测和决策呢 所以小美同学在记账的时候 根据国家的会计徽定呢 他既记载呢 你原来的或发生时的成本 还记载呢 现在这个资产 这写一个净值 现在这资产还能带来多少钱的流入啊 这样来讲 根据发票呢 有利于你对过去的评价 根据净值呢 有利于你对现在的决策 那我又照顾到你过去了 又照顾到你现在的决策了 这时我就满足了相关性的 要求 好了 这是两个要求 两张图片了 再来看第三个 可理解性要求 小美同学提供的会计数据 是供你来进行使用 如果他进的数据啊 是罗圈杖 他自己都看不懂 你做一个外人来讲 更看不懂了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他提供的数据呢 清晰明了 清晰明了 很容易能看懂 一元什么的经营情况 是不是啊 便于你理解和使用时呢 就叫做满足了 可理解性要求 这里要注意啊 有一个陷阱 陷阱在哪呢 如果考试是 这出题者是这来出 你看看你们能不能掉进去 你听我说啊 假如我就出题者 我说了 小美同学提供的会计数据呢 应该清晰明了 便于你们理解和使用 满足了相关性要求 便于你们使用 满足了相关性要求 对吗 不对 清晰明了 便于理解和使用 是可理解性要求 而不是相关性要求 尽管说他可理解了 更容易让你们经决策 但是他也不叫相关性要求 他叫可理解性要求 全不要张官理他 那对于可理解性要求 我们看了一张什么样的图片呢 来我们看 小美同学 在刚开始从事财务工作的时候呢 由于知识比较薄弱 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什么样的错误呢 来我们看这张图片 对于企业呢 有一个债务人 这债务人是谁 侯大 侯大不是且员工吗 刚开始是且债务人 后来没钱还债 卖身来抵债 在一元川马来打工了 说这侯大呀 是且一个债务人 说原来呢 欠起一百万 欠起一百万 那在某一天 他还了二十万 还了二十万 是不是还差八十万呀 这是侯大呢 就给企业打了一张欠条 就写还欠款八十万 好 知识里写着还欠款多少 还欠款八十万元 小美同学还挺满意 那说还积极还了二十万 还差八十万 还打一张欠条 证明他欠我们多少钱呗 然后我这一天作为聪明人士 来到了一元川八 说来我看看你的账 我领了同学们来看他 看想不想借的账 我一看他这张欠条 这时能证明 侯大还欠我们八十万吗 如果你这样来 来看你欠条 还欠款八十万 还是还欠款吗 还和还是多英字吧 对吧 这样让我们吸引使用的就产生误解了呀 我以为他是还欠款还了八十万呢 那就不利我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来使用了呗 不清晰明了 那我们在这个机场当中呢 不要记这种糊涂账 是不是啊 这样就没有满足可理解性的要求 这第三张图片 第四是及时性要求 说小美同学提供的会计数据呀 他是为了满足使用者的需要来提供的 对吧 这个信息不能说延后 如果都决策完了 你再提供 不能帮他决策了 说叫不及时 如果提前了呢 也叫不及时 即使要求 就要求你提供信息呢 不得延后 也不得提前 延后了 不能满足你的使用 提前了呢 不能把完整反映起业务的信息 所以不能延后 也不能提前 来看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 就是我们个别同学 曾经提供给我的一个作案的资料 曾经问我这样做 行不行 我说不行 如果你这样做了 就是没有满足及时性要求 来看哪张图片呢 就这一个图片 这是关于什么 小规模 那些人增值税的起征点 从月销售额10万提高到15万 这是怎么回事 就国家为了照顾小微企 说你这家小微企 你每月15万销售以下 不用交增值税 那如果说你是15.1万呢 就按照15.1万全额交纳增值税 那现在呢 对于有一个学员就告诉我 他们解放这一件事情 比如说他们第二个季度 第二个季度就是四五六 三个月呗 对吧 他的销售的金额比较多 而第一季度和第三季度销售额都比较少 那第一季度第三季度 由于他都不够45万的销售额 一月15万 三月不就是45万吗 他是按季度来纳税的 那第一季度第三季度销售额都比较少 这是他不用纳税 但是第二季度 他销售额超过45万了 就按照全额来进行纳税 对吧 最后这个学生呢 就动歪脑筋 他说如果这样做 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纳税了呢 我说你怎么做的 他说二季度比较多啊 那我把二季度销售额呀 我别都算二季度 那我算到三季度去 这二月也少了 三季度也少了 都不满多45万 那不就不用交税了吗 或者说我把二季度销售额呢 我给他减一些 然后放到一季度去 这一季度二季度都不够45万 也不用交税呀 好 这是他的一种税收 号称叫税收筹划的方法 那我们来看 他是不是违背了你现实了呀 你二季度多 就应该是二季度纳税吗 对吧 你人为的来调节你个月的收入 来逃税 那我们说呢 如果你错后了 不及时 如果你提前了呢 没有真正反映企业的经济业务情况 这个没有满足及时性要求 好了 这是这四个要求 对这四个要求来讲 在未来考试的考的比较简单 怎么考呢 就给出一句话 问你他这是哪个要求 那是考考比较简单的 来 再来看第二组要求 第二组要求呢 在未来考试的时候呢 考的相对来说出境的频率会高一些 考的会难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第二组来讲 理解起来呢 内容比较多 有的地方呢 也比较难 好 我们来看第二组要求 先来看 第一个就是可比性要求 我们说小美同学提供的数据 让你来进行决策 那你怎么使用啊 一定是比较 是不是啊 要么把一元串八 现在的数据和过去来比较 是吧 说过去你有一百万的销售额 今年有一千万 干的挺好 对吧 如果过去一百万 今年一万 那也干的很差 可以和过去来进行比较 如果说一元串八刚开始成立 没有过去 那你还可以和同行比较啊 和其他的串八来比较一下 说你这一年一百万 其他串八 一年五百万 那你干的还不行 对吧 其他串八一年干三万 你一百万 那就干的挺好 所以说我们要想让会计数据能使用起来 这时呢 要让你的数据呢 进行比较 是吧 那怎么才能比较呢 一定要注意 你加工数据的方法 加工数据的方法应当是一致的 咱们举个例子来进行说明 来 我们来看 这里是一元串八 销售的羊肉串 看到了吗 香喷喷的羊肉串 那对这羊肉串来讲呢 是一元串八的产品吧 将形成收入 可以和过去来进行比较 假设有过去 说在过去的时候 在记录这个收入账的时候呢 过去采用收复实现制 那现在呢 现在记录收入的时候呢 场子是全责发生制 那我们前面讲过两个不同的计算 跨期收入和跨期费用的标准吧 一个是根据实际收到钱 实际付出钱 来算收入费用的 全责发生制呢 是根据你应该算多少收入 应该算多少费用 来确认收入和费用的 这样来讲 你看 它加工收入和费用的方法不一样 最后 就是用收入比收入 能比较吗 方法不一样 最后加工出来的那个数据 就不能直接进行比较了 对吧 如果要想能比较的情况下 过去全责发行制 现在也全责发行制 过去收复实现制 现在也收复实现制 方法一样 加工信息才能具有可比性 所以可比性要求 第一要把握住 可比性要求包括两个方面的可比 一个是与过去比 第二就是与同行比 与过去比 未来我们看基础班的时候呢 他会这么说 说 同一企业不同时期的比较 同一企业不同时期 一元串八 现在和过去 这就是与过去来比 对不对呀 这就是纵向的比较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不同企业 一元串八 两元串八 三元串八 在今年来经比较 就是不同企业 同一期间的比较 你要知道 可比性 包括两个方面的可比 这是从应试的角度 第二个呢 就是为了满足这个信息可比 与过去比 与同行比 那加工数据的方法 应当怎么办 应当是一致的 应当是一致的 在未来的时候 我们会给大家进行讲解 说一致 一致情况下 过去什么方法 过去A方法 现在还是A方法 这是一致吧 方法一样 那如果过去A方法 现在按照国家的规定 我们变成B方法了 这是满足不满足 可比性要求呢 过去A方法 现在B方法 我们说依然满足 那这个方法是改变了呀 怎么还满足啊 因为他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不得随意变更 是什么 不得随意变更 注意 不得随意变更 不是不能变更 不是不能变更 不得随意变更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当国家有规定的时候 如果你变了 更能反映你单位经济活动 情况的时候 你的方法也可以改变 那改变了 方法不一样了 加工数据怎么办 那你把你方法变了以后 变的原因是什么 变的影响是什么 让信息使用者知道 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 依然能帮助他来进行决策 这时这种合法的改变 也叫满足可比性要求 所以这里我们要加以注意了 第三个 在未来考试的时候 说是他的核算方法不得改变吗 不得变更吗 不是 准确来表述一定是不得随意变更 不得随意变更才准确的 不得变更就是错误的 好 这是可比性要求 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重要性要求 重要性要求呢 比较好理解 就是快选人在记录 一元成八的各项经济活动的时候呢 一定有重要业务 一定有次要的业务 什么是重要 什么是次要的呢 就是这个会计数据呀 如果说能影响信息使用者使用 说这个数据就是重要的 如果这个数据呢 你简化核算了 不影响信息使用者使用 那这个数据呢 就是不重要的 就看它影响不影响使用了 对不对呀 好了 那我们在进行会计核算的时候呢 对于重要的业务 一定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的 按部就班的来提供数据 不能简化 那对于不重要的呢 那就可以简化来进行处理 来 我们举个例子 来帮大家来记住重要性要求 好 那来看这句话 一月份支付了全年的杂志费12元 来 看这一本杂志 从网上搜了一本杂志啊 财快学习 我们给小美同学订阅了一本财快学习的杂志 让她学习会计知识 前来更好的 帮助预言穿码来进行 赚钱 这个杂志费真的很便宜 一年才12块钱 一个月一本杂志 好 那在1月1号的时候 我们就给小美同学订了这个一年的杂志 在1月1号支付了12块钱 那这时就产生一个问题 你支付这12块钱 是费用支出吧 对吧 那是计入全年的费用呢 还是计入一月份的费用呢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了 根据我们前面讲的全则发生质 看这支出在什么受益 是一个月受益 还是全年受益呢 很显然是全年受益的 按照理论来讲呢 我们应该把它计入全年的费用支出 对不对呀 但是小美在激张的时候说 我已经跟赵老师学习了 对于这12块钱来讲呢 不重要费用太少了 是吧 我都给他计入一月份 还是平均分到个月 对新使用者来讲 不重要 不重要的情况 我就简化处理呗 如果说这12块钱都计入一月份 和计入每个月 每个月负担一块钱吧 都能影响你们的决策 那一元快完了 那他就简化处理呗 不重要的事情简化处理 他把这12块钱全都计入了一月份的费用 全都计入了一月份的费用 简化处理了 不重要的事情简化处理 体现的什么要求 体现的就是重要性的要求 好了 这就是重要性要求 我们先有这样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好 那在未来技术版当中 我们再更全面 再更深入的来进行把握 先知道有这么一个要求 有这么一个感性认识 来 再来看第二组 第三个叫实质重于形式 实质重于形式要求呢 更多的是考核它的应用 给出一个业务处理 你要知道 它是符合的是实质重于形式的要求 什么叫实质重于形式呢 就是我们在记录一项业务的时候 大家看一看我们前方 想要一项业务 这样业务呢 有它外在的法律的形式 还有它内在的实质 在更多情况下 外在形式和内在实质是一致的 你说按照实质来核算 你说按照外在法律形式来核算 都没有问题 但是有些个别业务出现的时候呢 它外在的形式和内在实质不一样 那你是按照外在的法律的形式来核算呢 还是按照内在实质来核算呢 有同学说 我们应该依法来进行记账 按照外在法律形式 而不对 我们的要求是什么 实质重于形式 应按照实质来进行会计核算 来我们看两张图片 第一张图片帮助我们理解 帮助我们记忆实质重于形式 这种浅显的理解 第二张图片来说它的应用 来我们来看 第一张图片就是这里头 在美丽的大草原上呢 那有羊在慢慢的吃这些青草 多么舒服多么享受啊 对吧 现在我想问你 这张图片当中有几只羊啊 那上面的四只羊呢 外在的形式和内在的实质都是羊 而下面那只呢 披着羊披着狼 外在的形式是羊 内在的实质是狼 那很显然 我们应该按照内在的实质来进行核算 你会告诉我 一头狼和四只羊 对吧 这才更符合你业务的实际全貌 这就是看实质而清外在的形式 再来说它的实际的应用 在我们的基础办讲解当中呢 会讲解这种实际的应用 现在呢 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来看这里有一个漂亮的这个住宅 是吧 漂亮的住宅 那这个住宅呢 是一项房产 这个房产能不能作为一元寸八的资产呢 有些说可以 但是我说租来的房子 补充了一句话 租来的房子 那租来的房子 能不能作为一元寸八资产呢 很多同学马上就说 会说什么 不可以 租来的房子 怎么能作为我们企业资产呢 没有收入权 当然不可以了 但是在我们有一些业务出现时 就是租来的房子的满足一定条件情况下 在账上按会计处理规定 也可以作为资产来进行核算 在账上有这么一个账户 叫什么 叫使用权资产 租来的房子 我们确实是享有它的什么权 使用权 而没有享有它的所有权 在会计处理上呢 像这种情况 没有所有权 拥有控制权的情况下呢 也可以作为企业的资产 这是我们最近两三年来讲的 一个比较重大的变化 把租来的资产 也作为资产来进行计账了 为什么呢 它就是体验的是时日重于形式 外表形式是租来的 但那代时日呢 和自己买的没什么区别 所以也作为自己的一项资产来进行核算了 就是使用权 资产 我也讲一个 我的学生呢 跟我来聊天的时候 谈到这一个事情 更能帮大家来理解 租来的房子 也作为资产来进行核算 能更好地帮助你们来记忆这件事情 来 咱们说一说这个事情 聊一聊天 说呢 这个学生呢 就跟我说 说呢 它是城市的户口 然后呢 他现在想在农村呢 买一个农民的摘息地 他想把农民摘息地呢 把那旧房给拆掉 然后上面呢 盖上新房 然后自己呢 上市去住 享受一下农村的田园生活 对吧 那 他在买卖过程当中 国家有法律规定 城市人呀 按照我们现在的规定 不能买农村户口的摘息地 不能买 不让买 如果你们之间成交了 将来不受法律保护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学生就开始动脑筋了 怎么动脑筋呢 假设这个同学叫甲 好 这个农民 那农民称为乙 好 这甲呢 就是这学生 就跟那个农民呢 他们签了一个租房合同 签了什么合同 租房的合同 在合同当中约定 假设就这小院 说未来租一百年 未来租多少 租一百年 那在这一百年期间 如果说这房子拆签了 谁受益 不是农民了 成租人 学生受益 这签了合同当中 就这么约定的 说如果在这个一百年当中呢 如果房子塌了 拆上损失了 或者说国家把地给收走了 损失由学生来承担 那我们来看一看 对于这个学生来讲 他能不能活一百年 我都要打一个问号 是不是啊 那现在就产生一个问题 他把租来的房子 那在他账上 你说能不能做下他的资产 实际上这学生 他有小道消息 他说不超过五年 这房子要拆迁 那很显然 将来大家的利益流 都归他所有呗 你看外在的形式是租来的 内在的实质 和自己买的有啥区别呢 没什么区别 对吧 现在会计准则 就这样一个处理 在满东一定条件情况下呢 把租来的资产 也可以作为资产来记账 只不过账上写的是 叫使用权资产 它的应用是什么 来一块说一遍 什么重于什么 叫实质重于形式 实质指的就是这四个字 经济实质 就是内在实质 形式就是外在的法律形式 好了 这是实质重于形式要求 再来看最后一个要求 叫谨慎性要求 谨慎性要求 在八大要求当中 考核频率是最高的 因为你不大好理解呀 好 我给你来进行解释一下 说赵老师呢 在秋天的北京 在漫步的时候呢 从来不在树底下漫步 说为什么呀 北京的秋天呢 风比较大 秋天的时候 树叶都掉了 然后这树枝呢 就容易被风给吹下来 是吧 我还在树底一走 万一那树枝掉到我脑袋上 本来头发就少 再我把我头发砸坏了 那我多倒霉呀 那我就离树远一点 我谨慎呀 这是谨慎性要求 避免企业遭受损失 对吧 我们在会计核算当中呢 也是要遵循谨慎性要求 不能说我们积荡以后 给企业埋下一个炸弹 那将来会产生很大损失的可能 那我们可不能这么干 我们避免将来要产生 给企业带来损失可能性 就满足了谨慎性要求 谨慎性要求呢 它有两个方面的考察点 两个方面 对 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谨慎性要求 那个定义所体现的考察点 对于未来的不确定的事项 进行职业判断的时候呢 考点出现了啊 那是 应该是不高估 不什么 不高估 资产或者是收益 然后不低估 有一个不高估 有一个不低估啊 不低估 负债或者是费用 资产 负债 就是债务 收入费用 是我们将来 快计特效进行计账的 那在计账的时候呢 一定要保持这样一个原则 就是你捐账以后 别高估资产和收益 不要低估 负债或费用 一个是不高估 一个是不低估 那如果在未来考试的时候 他诚心反过来说 不高估 负债或费用 不低估 资产或收益 是不是说反了呀 你要知道他说错了 或者他这么说 他说应高估资产或收益 应低估负债或费用 高估和低估符符合你业务的原貌吗 不符合吧 高了低了都不符合 准确的说法就是 不要高估什么什么 不要低估什么什么 一定要能准确识别出来 怎么记它呢 我是这儿来教会你的 关于资产或收益呢 是利益的流入 想想是不是 你拥有资产 拥有收入 就带来利益流入呗 负债或费用是什么 是利益的流出 你有债务 你有费用 要带来利益流出 对于流入来讲 不要高估流入 对流出来讲 不要低估流出 好 先记住这一点 我就不再进行更深入的讲解了 技术班 我们再来进行展开的讲解 现在我们还是应用赵老师那句话 难理解内容 可以先记忆再来理解 是吧 这里已经有一点点的意思 帮助你来进行 理解了 但最终结果要记住了啊 不要高估资产或收入 就不要高估流入 不要低估负债或费用 就不要低估流出 好 这是第一个考核点 第二个考核点呢 就来考核 谨慎性的应用 一共有两个应用的业务 是我们经常考核的 这两个应用业务是什么呢 我们再看后面的题目的时候 看一看 他题目当中 他的一种常规的考法 未来考法 就是这个题目的考法 好 这个应用 我暂时先不说 来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一共是八大要求 首当其中的 掌握住这八个要求名称 其次就是理解 每个要求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道多想题 说下列个想中 关于企业会计信息 可靠性表述正确的是什么 给出可靠性的要求 然后给出四笔业务 问你哪笔业务选项 来提出可靠性要求啊 就想一想我们前面所讲解的 根据实际发行业务来记账 对吧 然后记账的时候 记录内容要真实的完整的 这就是满足了可靠性要求呗 对吧 这样我们来直接看C选项 直接看D选项 你们说它是不是可靠性要求 来 看C和D 我先不讲 在我们未来学习基础班也好 西班也好 对于这种老师讲解题目 你先暂停 先自己做一做试一试 做一做试一试过当中呢 就能更加深你对知识的理解 好 那我们可以看出呢 D就说的是 且应当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 或事项危惧 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 就进行快递核算呗 对不对 是可靠性要求 然后可靠性要求 应当保证快递信息 真实可靠 什么内容完整 我把它叫做八字真言 将来我们讲基础班的时候呢 会提到这八字真言 D选项构成一句话的头 这八字真言呢 构成这一句话的尾 这一头一尾 在我们未来考上中 是经常考核的 经常考核的 那这就是可靠性要求 它的一个充分的体现 对吧 这个是体现了可靠性要求 而A选项 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 不高估资产或收益 不低估负债或费用 这是什么要求 这是谨慎性要求啊 它不是可靠性要求 它把别的要求给你干上进来 让你来识别 给它踢出出去 它不是可靠性要求 二B 企业提供信息应当相互可比 这是可比性要求 也不是可靠性要求啊 对吧 就是把这八个要求混到一块 让你来识别 所以我们要掌握住 八个要求的核心内容 来 这儿我们看这个题目 正确显向就是C和D 再来看这条单元题 说下列各场中 体现谨慎性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是什么 来看 选项 同一企业不同时期发生的相同的交易 应当采用 一致的会计政策 不得随意变更 这描述的是什么要求啊 我来问大家 你们说什么要求 我估计99%的学员都能回答出来 它是可比性要求啊 对吧 同一企业不同时期 这不就是与过去来比较吗 纵向比较啊 这是可比性要求的表述 它可不是谨慎性要求 所以把它给杠掉 二B 提供的会计信息 应当清晰明了 便于理解和使用 这是可理解性要求 C 是对已受商品 很可能发生的保抑义务 确认预计负债 来记住这四个字 在零基础手帮当中 一定要记住这四个字 预计负债 预计就是估计的负债 就估计的债务 至于前面这句话 你可能背不下来 应对初级考试 没关系 你只要能记住这四个字 前面说的是 由于什么什么原因 你确认的预计负债 有可能有两种原因呢 你确认的预计负债 那甭管是哪种原因 确认预计负债了 就是什么 谨慎性的应用 就是谨慎性的应用 怎么回事呢 我们就解释一下 这个随现象 对已受的商品 很可能发生的保修 义务 你确计了 预计负债 来 假设来讲 我们企业呢 现在不是原成八了 换个企业 说我们企业是生产 家电的企业 比如就生产彩电吧 我们生产彩电呢 我们当年 就卖了多少呢 我们卖了 销售收入 是一百万的销售收入 然后我们还提供了三年的质保 未来提供三年的质保 就是在未来 顾客买的三年期间 如果采电的质量问题 我们企业免费负责保修 好了 那在我们2022年 假设当年是2022年啊 2022年我们卖了一百万 然后呢 我们当时就估计 就估计 未来会发生多少保修费用呢 会发生10%的这个保修费用 一百万的百分之就十万呗 这十万是在未来第一年 未来第二年 还未来第三年 那就不好说了 但是估计会发生 那这样来讲 我们看 未来要发生的这十万的保修费用 是进入你2022年呢 还是进入未来的这三年期间呢 问进入哪个期间 估计有同学就说 进入未来期间 未来保修发生时 那就进入当期费用就可以了呗 现在会计的规定 不是这样做的 如果把这费用进入未来期间 在2022年就低估费用了呀 我们说的是 不低估负债货费用 那由于2022年在进行销售的时候 我们根据以往经验 估计未来会发生10%的保修费用 那估计10%的保修费用 对吧 好 我们把这笔费用呢 在2022年就要记账 2022年就要记账 在账上反映 有10万什么费用 估计的费用出现了 10万估计费用入上以后 才能正确的衡量你2022年的业绩 怎么能说正确衡量呢 你看 你当年销售收入是100万 由于你有了这个销售收入以后 未来会发生10万的费用吧 这费用如果进入未来期间 能正确衡量你今年的销售业绩吗 肯定不可以的 由于今年销售正确的来算 你的业绩应该是90万的流入 而不是100万 因为未来得流出10万去呢 对吧 你正确业绩应该是90万 那在这种情况下 在2022年的时候 在账上就要增加一项费用 在同时增加一项估计的负债 这个估计的负债就要预计的负债 说预计10万的费用 预计10万的债务 毕竟这个钱还没花出去了吗 这种处理方法 就要体现谨慎性要求 在2022年的时候 你把费用积账了 未来要发生10万修理的流出 那好了 那现在我没有低估 把费用积账了 负债也估计积账了 就是体现谨慎性的应用 这是一个谨慎性的应用 同学们一定要保住 对售出商品很可能发生的保留义务 确认预计负债 对于谨慎性应用来讲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对各项资产 具体减值准备 对各项资产 具体减值准备 我写一个产检 不是产妇检查 是各项资产 减值了 它的处理 它也是体现谨慎性要求 就这么回事 我们在零基础呢 先不给它讲太多了 那详细内容呢 你可以去听基础版的讲解 那你可以现在就记住了 说由于各种原因 确认的预计负债 对各项资产 具体减值减值准备都是净身性应用 实际上你就学到这种程度 你就不再去看资产减值体现净身性的解释 应对我们考试也都没有问题了 但是咱们还是理解了 就是更好一些呗 基础版再来深入讲解了 那这里我们说的是 谨慎性应用 有几个 有两个 好 先记住它 接下来看私底选项 及时将编制的财务报告 传递给使用者 这是及时性要求 不是谨慎性要求 好了 那这个题目正确选项呢 就是谨慎性的应用 对吧 那我们对于谨慎性应用 希望从两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 就是我们刚才这里提到的这句话 就不高估资产或收益 不低估负债或费用 一字不差的都要背下来 好 第二 就是谨慎性两个应用 各种原因确认的预计负债 还有各项资产 集体的减值准备 好了 八大要求 我们就讲解完毕了 应该说 在我们第一讲当中 这八大要求 是我们学习一个难点 那怎么办呢 迎难而上 对吧 再难 我们多看两遍 也就能把它拿下了 好 八个要求 我们就讲解到此 我应该说 就能够 我应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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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说